再来水培所在110年历经了原规台风 导致了水产培育所内多项的设施毁损 而经过中央行政院补助500多万元的经费 在今年度陆续进行了全所的内部设施修缠作业 预计也将会在12月底完工 才会开放让民众进来参观 花莲县水产培育所在110年历经原规台风的风灾侵袭 并且导致水产培育所内的多项设施毁损 为了早日让水产培育所能够修复相关养殖设施 以及展示导览渔业的空间 经中央行政院补助500多万元修缮经费 今年度陆续进行全管的内部设施修缮作业 因为在110年度的时候 历经一个原规台风的风灾侵袭 导致所内蛮多设施就是毁损 那经中央行政院补助500多万 将在今年度进行全所的一个木栈道 还有刚购设施的一个等于说修缮作业 那预计是在12月底的时候会完工 那完工之后会再将全所进行一个小型的修缮之后 就会向乡亲来做一个开放的作业 由于修缮作业必须进行全管的进空 目前是停止对外开放 预计将在12月底完工 届时才会对外开放让民众参观 花莲县水产培育所也希望乡亲能够减量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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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